吸电子烟不但是会对肺部造成伤害 连眼睛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美国就有研究指出 抽电子烟的人 罹患肝炎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四倍以上 那么医师表示 当中的化学成分跟尼古丁 除了会影响黄斑部 长久下来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 像是青光眼还有视网膜病变等等 都容易会找上身 年轻人吸电子烟导致肺部疾病 国外相关案例曾出不从 甚至爆发不少死亡个案 现在就有最新研究指出 电子烟除了证实容易致癌 也会对眼睛造成伤害 假如说你吸的电子烟 它里面还有一些 对神经是有毒性的物质的话 它可能让你的青光眼症状 变得更严重 那血管收缩剂 它会让我们眼表的血管 本身也会收缩 所以它让你的肝炎症症状 会变得比较明显 根据美国眼科医学会研究 发现抽电子烟的人 罹患肝炎症几率 是一般人的四倍以上 而肝炎症就是各种眼部病变前兆 长久下来 里头的化学成分和尼古丁 不只会影响黄斑部 更可能引发严重并发症 像是青光眼 以及视网膜病变 抽电子烟真的伤身 美国机管单位统计 截至18号 因为电子烟造成的肺伤害病例 已经有2000多人确诊 还有42人死亡 另外加拿大英国菲律宾 也陆续出现三冠个案 以时提醒电子烟等新鲜烟品 最好还是少碰为妙 才能避免危害身体健康 记得陈子凡跟二弟 台北报道